祝位同修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制药三六年第二册 第四单元为正五 刚纪二一七 曾子曰 先王之所以至天下则五 贵贵 贵德 贵老 敬长 持幼 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九 李氏春秋 曾子说 曾子是孔子的弟子 也是孔子的传人 曾子说上古先王 用于治理天下的方列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贵贵 这个贵贵有两个贵 第一个贵就是尊重的意思 第二个贵是尊重贵贵的人 第二个贵德 这个贵德就是从敬有道德之人 推崇恭敬有德之人 这是第二个 第三贵老 贵老就是敬爱老人 我们一般讲敬老 这个在现前社会上还有 尊敬老人 因为老人人生有经验 在礼记上讲 七十也老了 七十岁以上的人成为老人 那么对于老人 尊敬 爱护 照顾 另外呢 敬老跟老人接近 也可以学习到老人 人生宝贵的经验 这个敬老是社会上的一个美德 第四个呢 尊敬长者 就是长辈 对于自己的长辈 要尊敬 第五 持幼 这个持幼 就是要有慈爱之心 照顾幼小的孩童 照顾幼童 照顾幼童 除了生活上 物质上的照顾 而且还要教育他 所谓养老育幼 这个敬爱老人 是养老 供养老人 那么育幼 要培育幼小的孩童 要教育他 使他成为圣贤之人 将来对国家社会 有真正的贡献 所以以上 这个五个方面 就是古圣先王 治理天下的荒劣了 我们现在讲政策了 重点在敬老 欲幼 尊敬有贤德的人 尊贵的人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胡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